前面新闻大家看到 这万年铁楼格计划了 中华市的铁楼格计划 刹是无销无销 不过现在地平就团出说 因此它将在最近来订案 经济了解到这些选情的临数基础 年代就要宣计了 不仅这位管党的支持党 是比这个领域欧贵比更加 这个建议案就是要优管 管党为民国的支持党 希望说年代的宣计 民进党会可以继续来支持 中华铁楼格计划 最近在管来消息不断 因为管府已经从计划 上到高通报 高通报也送后行进行 希望在最近订案 担这个计划 从拆除四国的红色来进行 总经费台湾是380日 虽然这是订案 不过这地方 也是经济台 参数是在管养林世贤 就提出这捷运化 地下大楼专门通行的建议 希望让这个铁楼的计划 升格可以进行更好 一定要让铁路高架之后 让它捷运化多广设站 然后另外一个 要提议先做好整体的都市规划 让未来经济平经济的发展 可以均衡的发展 可以带动经济中华市的社区 不是只有铁路高架还是高架 是整个城市的发展之上 我们看到 环境这个铁路高架 它里面是不通的 里面是不通的 我们要求这个里面是要通的 铁路高架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市民大道 目前阶级是不通的 我们要求一定要通的 通过两个人真的会通的 会发展 经济了解选情的情绪表示 二代就在要选去 民进党管党为民国的选情没理想 不知这民调属于立委王匯比 担这中华市铁路高架化的阶级 已经说了20年是电风的大阶级 可是现在可以订案 对这为民国的选情 中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电风情绪是团出 这行政议党担清党 中在在卫队到中华官宣布这个建设案 希望可以帮助为民国认真 担这电风情绪也表示 虽然这家卫案只是订案 幻世约可爱这一二十年的时间 甚至只是骗这双票 但是因为有共有机会 民众就有希望 所以这电风没增压是真吉台 中西新闻的创港并 中华报道